刀場的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其實蠻榮幸的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介紹跟西亞畢業這個國際公約 那在介紹之前呢 我想說有幾個部分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另外做一點簡單的調查 那我在想今天會請我來的原因 應該是考慮到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因為障礙人士 我是視障 然後那個不瞞各位就是 我現在站在這邊呢 我聽得到你們的聲音 可是你們坐在哪個位置 然後你們現在長什麼樣子 我這邊看不大清楚 因為這邊的光線不是那麼亮 不過我想應該沒有差 那個今天的互動就是 就是用聲音來會有這樣子 那在這個活動進行之前呢 其實我過往都會有一個習慣 我想要來做一個民意調查 那個這個呢 因為我想說你們來這邊上課 然後來聽我們分享 我覺得一個下午 其實也蠻辛苦的 坐在上面 我剛剛才知道說 好像從一點半開始 然後聽說我這個部分 是從三點半到五點半 總共兩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還蠻長的 那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那我想要問 來做一個民意調查 好了 我的部分呢兩個小時 那這兩個小時呢 當然有兩種方式的選擇 第一種方式呢 是把它拆成兩個時段 就是呢 三點八到四點半一個時段 然後休息過五分鐘 然後再來進行下場次 就是中間有休息 然後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中間不要中斷 就是兩個小時一氣合成 然後整個把它結束掉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做一個民意調查是 你們是希望中間有休息 還是希望中間不要休息 然後就整個結束掉 不要休息還是要休息 不要喔 大家還是想要早點休息 好 那好沒關係 但如果大家不要休息的話 我就那個 就是尊重大家的決定 所以我就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來跟大家做介紹 好 那如果說 這兩個小時的過程中 我已經把內容有介紹完了 然後還有剩下的時間的話 其實剩下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問一些問題這樣子 好 那那個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問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互動方式 因為 我們在台上做簡單的介紹呢 也不知道說我們介紹的內容 是不是大家想要的答案 那透過問問題呢 其實 我相信會想問問題的人 一定心裡會有一個立場 就是我至少想要正在某一個點 要有所了解 那這個呢 可能就是各位來這個現場 或許是特定的 特別想要知道的答案 那所以 我們就看看 大家會進行的方式 然後再來進行這個部分 好 那 那個 首先呢 我先對自己做一個 簡單的 稍微很簡單的一個背景的介紹 我自己是為施葬者 然後我目前是從事律師的工作 那我目前從職業到現在有九年半的職業經驗 那我大部分的職業經驗呢都是在法徒基金會 那法徒大家有聽過這個單位嗎 大家有聽過 我們其實是司法院底下設了一個公辦理由的一個基金會 那最主要呢 我們其實是在協助經濟弱勢之 如果它有法律上面的需要 比如說它需要有法律諮詢 它需要有律師來幫忙處理這個訴訟的個案的話 那只要它來我們這邊申請 經過我們這邊審了之後 同意了 那律師費就是由法律基金會這邊來支出 好 那我們現在 服務這個地方呢 主要呢 從 創立 剛好是十年多的時間 應該有服務了 一二十萬件的這個個案 所以其實這個服務的個案實際上蠻多的 那 我是那個 中文法研所畢業 然後台北大學法律師畢業 那我 其實我的說字動文寫的議題 可能是跟 視障者接觸資訊有關係的主題 那這個其實是我主要研究的重點 那我在想 這個部分呢其實跟CRPD的 某些點還是會有一些關聯性 那我對CRPD的內容呢 那個基本上算有 某程度的大害的認識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今天我就就我理解的部分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性的分享 好 那其實我們要進入這個內容之前呢 其實我想說先來做一個比較簡單性的 一個很根本性的一個問題的理清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理清呢 只要能夠理清清楚呢 其實後面的所有內容呢 都是順著這樣一個邏輯 然後進行介紹這樣子 這個CRPD呢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就是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那顧名思義 其實它最重要適用的對象呢 就是身心障礙者 好 那所以呢 身心障礙者 莫過於就是這個國際公約的一個主體 好 那對於這個身心障礙者這個族群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樣去看待這個障礙族 就是大家看待障礙者的態度是 用怎麼樣的立場來看 這個問題或許聽起來蠻抽象的 好 那我就講稍微具體一點好了 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面對障礙者的時候呢 我想 我們想像中 可能會有很多種情況的態度 你可能會覺得說 障礙者 因為沒有手 沒有腳 眼睛看不見 耳朵聽不到 或者是呢 智商呢 比一般人來的低 那 你會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可憐的人 或者是說你覺得他是一個弱勢者 那你有沒有可能也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 上輩子做壞事 所以這輩子遭到暴力的人 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去怎麼看呢 你會覺得說 障礙者 其實他就是一個 跟我們一樣 新的人 有喜有樂 有悲傷有快樂 然後有七情六欲 然後呢 有夢想 然後呢 有欲望的一個人 只是說他的這個 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或是他的生活模式呢 因為生理的因素呢 會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呢 你就會感覺他跟我們不一樣 好 那 我不知道 就是今天到場的 那個 各位貴賓 你們怎麼去看障礙者 你們會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障礙者 因為這個問題呢 會攸關到說 當我們 那個 那個 價值觀不同 你再處理這個 障礙者議題的 那個 利財 就會有所不同 那 這個部分呢 就會是 今天要去 介紹這個 CRPD的 最核心的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雖然這個部分呢 我沒有選在大綱領 可是我覺得 這個 觀念呢 我認為其實 應該是要 先離離親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 如果說 您有一個小孩 然後您的小孩是一個 視障者 是一位視障人士 那 您在 面對這個小孩子的時候 你的態度 會怎麼樣去看這個小孩 你是會把他當作是 一個 比一般小孩還要弱勢的小孩 所以我應該要無比的呵護 這是一種態度 第二種態度是什麼呢 啊 因為 這個小孩呢 我為什麼會生這個小孩 上輩子倒 把這個倒了八輩子都沒有 一個 受到了咒詛 所以呢 我對待這個小孩的態度 就是呢 我要把這個小孩子 藏在家裡 我不想要讓大家看到 因為我覺得讓大家看到了 我很丟臉 我也覺得我抬不起頭 這 會是一種態度 另外呢 還有一種態度 另外一種態度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 看不到的小孩 看不見這件事情 對這個小孩來講 的確 很不方便 但是呢 我身為父母呢 我覺得 我的小孩除了看不見之外 他 手可以動 他腳可以動 他腦筋 不笨 他 可以行動自己 他也可以學習 然後呢 他也可以 像一般的小孩一樣 我要讓他來參與一般小孩子 小時候 兒童時期 都可以參與到的 這樣一個生活經驗 那 您如果是他父母 您會怎麼樣去看待 你的兒子 或是你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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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個 肢體障礙 或是一個聽障 您會怎麼樣去看待 你的兒子 其實這個問題是一樣的 然後為什麼 我要來提 這一個問題 因為這位優貫道說 為什麼會有CRPD 類的國際公園 為什麼 我們台灣 現在已經有一部 身正的權益保障法 為什麼我們 在過去的幾年間 還要去推動這個國際公園 讓它入法 成為這個台灣 建立的其中一個 人權公園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 很根本性的問題 這個CRPD 其實 它就是一個 以障礙者為核心 為主體的一個 國際公園 那 如果說 大家有機會去看 它裡面的條文的話 會不會發現 有一個很有趣的特徵 其實跟我們現行的 這個 身權法的設計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哪邊有點不太一樣 而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身權法的設計 雖然名稱叫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我不光從名稱聽起來 它其實應該也會是一個 以障礙者為主體的一個法案 但是其實去看裡面的內容 我們都會發現 它還是有不少的內容 比較像是一個什麼 無益措施 無益措施的一個制度 那 所以它這個描述上面 我們都會發現說 它會描述 這個國家應該要做什麼什麼事情 做什麼什麼事情 做怎麼樣的一個協助 它的這個設計的內容 比較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我們都會發現 CRPD裡面呢 也有寫到 國家要做什麼 國家要做什麼 可是 我們都會發現它有一個 很特別的特徵 特徵是什麼 它一直很強調 障礙者 有神權 有神權 擁有神 擁有神 其實我們透過這個問題呢 就可以去思考 他們當中 有什麼差異 這個 不久之後呢 就要進入這個 總統跟英文的選舉 那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呢 我相信就是 在場的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支持藍的 或者是支持英文 還是你是支持共產黨的 無論不管你是支持什麼黨的 你總是會有自己支持的一個候選人 立委 總統 我想在場的每個人 多半的人應該都會去投票 那 障礙者 可不可以去投票 我是一個思障的人士 我是一個自己障礙的人士 我是一個聽障的人士 聽障、思障跟思障 可不可以去投票 那 這個問題呢 我們 一聽到這個問題 有人就會開始想 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那 也許也有人會想說 他有什麼投票 對不對 有可能問這幾個答案 好 那我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第一個就會思考到一個問題 思考到一個什麼問題 思障、聽障、機障 是不是一個人 是不是跟我一樣 他是不是領有 國民身分證的 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一個人 國民呢 是不是呢 好 那如果說我們認為他是的話 我們一般人可以去投票 他可不可以去投票 照理講應該是可以的 好 那現在很有趣了 那如果說可以去投票的話 市障 去投票 有沒有跟一般人的投票會不一樣 有可能嗎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那個選票 你拿到選票的時候 我會看到那個候選人 然後他的那個相片 然後我知道說我要去蓋 蓋給誰 你可是市障的人要怎麼投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市障的人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一樣 看得到那個選票上面的候選人 看不到他的名字 然後也看不到那個欄位 那這個時候呢 市障的人其實就必須要用另外一種 不同的方式去投票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智障 智障的人是 我們就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去投票 一定會有所謂的投開票所 每一個人都要進到那個 投開票所才可以去投票 因為要保障這個選民的什麼 無盡的這個隱私 投票的隱私 智障的人 進入投開票所 會不會有遇到智障的人 會遇到的問題 這有可能 最大的可能性是什麼 今天這個投開票所 它是一個有樓梯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智障的人呢 如果今天 這裡沒有斜坡 他可能沒有辦法 進到那個投開票所去投票 那我們可以想見 對一個智障的人來講 如果他要進去投票的話 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 我們幾個標形大 還把這位智障的人 扛進去投票 那另外也有種可能性是什麼 我這邊鋪設一個斜坡的這個物板 讓他用輪椅滑進去 那另外還有這個根本呢 是什麼呢 我們去選一個場地 這個場地呢 是比較沒有階梯的 智障的人是可以進去 小票 好 那這個是智障 聽障的人 我們都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在選權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所謂的這個 政見發表會 或者是這個總統的辯論會 那政見發表會 或者這個電視的這個辯論會也好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用耳朵去聆聽 這群候選人的這個政見 以及他們的 彼此間的這個爭鋒相對 那 我們 每個人都會 針對他們的發表政見 去考慮到說 到底哪一個候選人 他的這個 議場 是跟我的意識性 還在接近 我聽完之後 我就會根據這個部分 決定說 我要把票投給哪一位立委 投給哪一個總統候選人 因為 他的這個觀念呢 跟我期待的 政治體驗在接近 那對一個聽障的人來講 他 有辦法聽得到嗎 顯然我們都可以知道 如果他聽不到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我想像中要什麼方法 做法上 我有可能是請 一個這個 這個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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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自在 智障的人希望說 他這個投開票所的這個空間 是可以讓他進出的 那聽障的人希望說 中選會能夠提供這個 電視螢幕上面有這個手語物 或者這個文字的服務 讓他可以知道候選人講些什麼話 那當我們這些這個身影障礙者 就他們需要希望國家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衍生第二問題 到底提供好的世界服務 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空間 我花錢去做一個無障礙的空間 或是我花錢來去提供這個手禮 或者是這個文字服務呢 這是社會福利 還是這不是社會福利 這是讓障礙者具體實現 他行使公民投票權的 這樣一個權力的具體調整 到底是哪一個呢 那這個就會有關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他是福利還是權力 而福利跟權力的最背後的一個精神就是 如果你認為他是福利 其實某程度來講 我們在觀念上就會覺得 其實對障礙者來講 這是一個國家的恩惠一個欺邪 但是如果這是你的權力 那我的這個施政的那個邏輯就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不一樣在哪裡 這本來就是障礙者應該要有的 只是因為我今天這個大環境 是一個不為這群障礙者良生定座的環境 是因為這個環境讓這群障礙者有障礙 所以本來他就可以行使 只是因為環境不好讓他有障礙 我們要想辦法讓這個環境變得沒有障礙 他才有辦法實現他的基本能權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最根本是什麼 其實障礙者跟一般人都知道 他擁有這樣一個權力 而我不會特別提這個問題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未來他把這個 是亞洲這個國際工業的一個 很根本性的一個前提問題 就是到底障礙者是一個主體 我們在協助障礙者的出發點是 我替他做決定 還是我今天只是站在一個協助者的立場 事實上做決定的人是誰 是你跟我替障礙者做決定 還是說其實我們只是協助障礙者去 幫助他自己做決定 真的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 我希望先講這樣一個前提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來介紹 今天我跟大家整理的這些內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今天要分享的CRPD的內容 那我今天主要分成五個部分 剛剛已經做了一個基本介紹 那後面我們會介紹什麼 一開始我們會介紹CRPD是怎麼來源 就是這個國際工業 文具工業的簡單的發展歷史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CRPD它整個架構 然後它大概裡面的內容 大概是什麼內容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沒有一個 講一個復健檔 我有提供了四五個復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其實最重要的呢 復健應該是復健二跟復健三 二跟三其實是最重要的 復健二是這個國際工業的內容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版本的翻譯呢 這個是經過行政院核定的翻譯版本 所以日後呢 如果我們再看 CRPD的繁體中文版的話呢 就是以這個版本的內容為主 以後就是以這個為主 那復健三是什麼呢 復健三是這個公約的實行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實行法呢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個是台灣有一個 這個 台灣有一個國際商業的一個特殊的地位 所以必須要用一個實行法的一個方式 讓這個國際公約 能夠在國內實施 這個實行法其實也蠻重要的 好 待會我會介紹 好 那這個復健看完之後 我們就回到前面 前面檔站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快 不會喔 OK 好 好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個CRPD到底是怎麼來的 CRPD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一開始一定要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有幾個很重要的人權公約跟人權文件 因為呢 其實它的根基是從這些來的 那我們一講到 跟這個國際人權有關係的國際公約 第一個呢 我們第一個就會想到 在1948年 有一個我們知道我們叫做 世界人權宣言 那這個世界人權宣言呢 也可以說是 我們現在任何一部 國際人權宣言最根源的一個文件 雖然它的名稱不是國際公約 但是呢 它裡面的所有規範的內容呢 你幾乎可以說就是 所有國際人權公約裡面呢 所提到的人權 他全部都有提到 那這個世界人權宣言呢 他其實講到就是 生我一個人 應該享有的權利到底有哪些 包含出生時 是不是有健康 有教育 有就業 甚至呢 有活下去的權利 有成家 這個結婚的權利 等等等等的 那所謂一個人 是不是都也有 所謂的這個 與朋友 人與人之間 人際關係的相處 就會有娛樂 或有文化生活 藝術生活 在這個世界人權宣言裡面呢 其實都有提到 不過它因為本身 只是一個宣言 一個地質性的 一個宣誓性的文件 所以呢 雖然有提到這些 每個國家都應該要遵守 不過畢竟它只是一個宣言 所以後來呢 到了1966年的時候呢 聯合國就通過了 兩部很重要的國際公約 一個叫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那另外一部呢 叫做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這兩部公約呢 就是 大家應該有聽過的 所謂的兩人權公約 大家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兩人權公約 有 那這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呢 其實它在講什麼 它其實講的呢 就是主要重點是在於 跟公民權有關係的一些權利 包含像什麼呢 很重要的像生存權 像什麼 結社 即位結社 言論自由 投票 參政 還有像什麼呢 這個 遷徙自由 這些都是屬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裡面 比較提到的內容 那哪些是所謂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呢 那這兩部公約呢 這兩部公約呢 這個在2009年的時候呢 立法院也有三個通過一部施刑法 這部施刑法就是這兩部人權公約的施刑法 所以這兩部人權公約呢 在過去的時候呢 曾經有國家這個 那個時候是法務部嘛 有做過這個人權報告 就是這邊這兩部人權公約 也可以說是最早在台灣做的 人權公約的這一個人權報告 那其實接下來的幾部人權公約呢 事實上也都是仿造這個模式去進行的 是從這兩部國際公約來的 是從這兩部國際公約來的 好 那這個學術上面呢 就把這個世界人權宣言 這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這三部公約 我們稱為國際人權公約的 一個最基本的核心文件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往下看 但是我們會發現一個狀況 這三個人權公約呢 其實它的內容呢 很重要的是什麼 它其實是針對人的普世價值的設計 就是你任何一個人應該都去擁有這些權利 可是我們從公約裡面的內容呢 看不到有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這樣的一個名詞 那最早什麼時候開始有所謂的 障礙者這樣的一個名詞呢 最早的有一個宣言叫做 心智障礙者的宣言 這是1971年的 它的重點的對象其實是針對身心障礙者 針對這個心智障礙者 那個宣言呢我今天沒有附 可是我其實過去有看了這樣的內容呢 其實它裡面呢比較都是針對像 比如說像心智障礙者 比如說在法律上面要怎麼樣保障它啦 然後或者是在醫療上面的啦 它大概都是講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就發展到1975年有一個宣言叫做 身心障礙者權力宣言 這是1975年的 那我在這個上面應該有列出來 好 然後到了80年代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一個 其實還蠻重要的一個文件叫做 身心障礙者權力綱領 是這個名字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權力綱領嗎 行動綱領不行 行動綱領 1982年的這個行動綱領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1975年的1982年的這個英文名稱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不太一樣的 沒有發現 在這個英文名稱上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沒有發現 好 沒關係我來講給大家聽 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你去看1975年的那個身心障礙者權力宣言的話 它對障礙者的名稱叫做什麼 disabled person 有沒有 它是這個名字 可是到了1982年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名字 它叫做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有沒有 好 因為接下來我們來看 像是1993年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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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機會 機會均等 準則 或者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CRP 2006年的這個CRPDR 它對障礙者的這個名詞 都叫做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兩個人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兩個人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我智能方面在逼我 然後我智能方面在逼我 他很強調是這種 障礙 身體的東西 disabled persons 不過到了這個80年代的時候呢 他的名字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有沒有發現 他的主體變成什麼 人 有沒有 person在前面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他已經開始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我們過去在思考障礙者的時候 往往都是從 身體方面的角度去看 或者是什麼 從醫學角度去看 因為我們經過醫療界定 他眼睛看不到 然後經過界定之後 這個人沒有辦法行走 身體上面 或醫療上面的界定 或是我們一開始認知上面 從這個福利的角度去看 但是呢 到了80年代之後呢 其實我們 都會發現 霧亞的地方是什麼 我請大家看一下這個附件2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附件2 這裡面其實有答案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序言的第五點 大家有看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第五點呢 其實就有在說明什麼叫障礙 有沒有發現不太一樣 有沒有 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 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沒有發現 他很強要 障礙是一個什麼 變動中的狀態 而且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兩個 有一個名詞 還有環境 對不對 之所以障礙者 會有障礙因素 只是因為 他身體上面的因素 說有障礙嗎 不是嗎 這裡面我們發現 他的障礙任何什麼呢 一個人會有障礙 不單止他個人 有可能是什麼 我的觀念上 覺得他是有障礙 或者是什麼呢 我今天身處這個大環境 我設計的這個空間 或者我設計的這個大環境 讓這個障礙者 讓這個人們 生活上面 充滿了無比的障礙 所以障礙不但只是 已經不單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 一個群體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盡辦法 待會兒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個國際公園裡面 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則 其實我們不可惠言的 他的目標很簡單 都是希望能夠達到 無障礙的一個生活環境 這個就是從1982年 這個身心障礙者 全力行動綱領頒布之後 他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但是呢 當然這個行動綱領 他還不是一個國際公園 他只是一個聯合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列舉出很多 很多的一些項目 告訴這個世界各國 聯合國的這些會員果施 你們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確保障礙者能夠在這個國度裡面 有做一個活效吧 好 那到了這個1993年呢 這個文件也很重要 這個叫做身心障礙者 機會均等 機會均等 這個準則 那這個準則呢 也不是國際公約 不過呢 他其實裡面有很多的規定 其實如果我們細舊的話 他已經是這個 是什麼 現在這個CRPD的一個源頭 那 我基本上呢 有去看過像這個 金色文公約 他有做過一些一般意見書 其中裡面他在影射到的內容 我們就有領設到幾個 幾個 機會均等 這個規則 還有這個 行動單人 都有特別提到這些文件 然後到了2006年呢 才出現這個CRPD 這個國際公約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這麼講就是說 最早的人群關係是從1948年開始 但是開始慢慢有障礙者這樣的意思呢 其實大概是從70年代開始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大家有聽過這個 美國的民權運動的話呢 你會發現其實那個時代背景還蠻像的 在70年代以前呢 在美國也是一樣 那個時候是不重視障礙者 然後是到了70年代 因為有那個民權運動之後呢 然後慢慢慢慢開始呢 才開始重視 有障礙者這樣的一個人權運行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這個 國際的發展呢 跟歐美的發展的那個時間呢 其實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好 那簡單介紹了這個整個 CRPD的怎麼發展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CRPD這個國際公約的一個架構 好 CRPD這個國際公約呢 它其實大體上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序言 第二個部分是本文條文的規定 那序言的部分呢 總共有25點 然後這個條文的部分呢 總共有50條 總共有50條 所以呢這個是 首先呢 我們先做一個檢要性的分類 而在這個條文的1到50條當中呢 我們大體上呢 可以把它區分成了兩大塊 第一大塊是跟實 比較跟權利物實體有關係的內容呢 是從第一條到第30條 那從31條到50條的部分呢 是比較屬於程序性的規定 譬如說 他會講到說 那個 這個聯合國的這個 下次要設置 他那個生意障礙的委員會啊 然後組成分子要怎樣啊 以及這個國際公約的整個生效的一個 要件是什麼 這個是從31條到50條裡面規定的內容 那所以其實我們如果接下來 後續會進行到寫這個 國際人權報告的過程的話呢 其實重頭戲就是會集中在前面30條的內容 而也是這前面30條的內容呢 也會比較直接跟我們 後續寫人權報告 甚至是去檢討國內的這個法令 到底規定有沒有不完整的地方 或者違背CRPD的相關規定呢 其實最主要也是從這個前面30條的規定去做檢驗 所以我們大體上我們 我知道用講的好了 我們就想一下好了 就是CRPD呢 主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序言 一個是本文 本文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拆去兩塊 前30條是實際性的規定 後面20條呢 是有關程序性的規定 而前面30條呢 我們大體上又可以把它分成兩塊 第一條到第九條是一塊 第十條到第三十條是另外一塊 怎麼說它是不一樣的呢 我不知道在場的那個今天來的規定 有沒有人是學法律的 我好奇有沒有人是學法律的 那沒有的沒關係 我大概講一下整個法律邏輯 法律邏輯其實 如果你們在你們的業務上 應該都會有些主管法律 有些法律不是他會有些總則 然後或者什麼分則 或者是總則底下 後面會有一些各障解的一些規範 一般來講國內的法律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這麼講就是 一到九條它就是總則性的規定 它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把障礙者國際公約一些共通性的事項 把它抽出來用前面九條去規範 譬如說像是你看在第一條的時候 它就有講國際公約立法目的 後面還有去講一下什麼叫障礙什麼 這個第一項第一條 第二條的部分是去定義一些名詞 什麼叫做通用設計 那什麼叫做溝通 大概是類似這樣一個名詞定義 那從第十條到第三十條就是一些 我們稱之為個論 個別性的權利 像第十條就是生存權 第十二條就是法律平等等等等等 個別的條文就是從第十條到第三十條 所以其實我們嚴格來講的話 這個生存權利公約CRPD 其實總共有列舉了二十一種 跟障礙者很重要的一些基本人權的規定 就是從第十條到第三十條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憲法 你們有沒有看過憲法的條文 憲法是不是有個章節叫做人民的基本權利跟義務 有嗎 憲法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三條 其實它的這個內容就類似像是這個CRPD的十到三十條的內容 大體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它整個的架構是什麼 好 那我們當我們了解了整個架構之後 我們就來簡單來講一下這個序言裡面到底 提到一些什麼樣的重要的原則 這個序言裡面其實總共列了二十五條 為什麼要聯合國要通過這個國際公約的一些要素 那其實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你們去把這些要素去跟那個後面的條文去對應 你會發現尤其是後面那些要素 這個圖案就是反映一些CRPD 一到三十條的一些具體性的內容的一些核心價值 大體上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總之要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到底這二十五點裡面提到的重點是什麼 那最主要的我這邊有整理有五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重點其實就是在講 深選公約跟其他國際公約界的關聯性是什麼 那你們如果直接去看一下這個序言的 你看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 你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是不是有寫到聯合國憲章 然後是不是也有寫到這個世界聯存宣言 對不對 然後還有寫到這個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有沒有 裡面大概有寫到這些文字嗎 它其實就是特別強調是什麼 講這個東西呢 我大概講一個簡單的邏輯好了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邏輯好了 我們可以這麼講就是 其實就算我們沒有這個深藏人權公約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是簽了這個 金正文公約跟公正公約 這兩部國際公約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簽這兩個國際公約 照理講有沒有包含障害者戰異 有沒有包含 其實應該是有包含 好不好 我們應該這樣講好了 這個 這個CRPP跟這幾個國際公約的關係 就有點像是一個同心人的關係 這個 這樣一個大圈圈 或者這兩個大圈圈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金正文公約 這個叫做 公正公約 那 深藏公約就有點像什麼 這兩個大圈圈 然後那邊一個小圈圈 這樣叫做 深藏公約 我剛才講這樣的邏輯 大家有沒有辦法了解 他的關係就是這個樣子 好 意思就是什麼 他那邊一直強調說 其實我們在看深藏公約的時候 其實世界人群宣言 或者我剛才講這兩個公約 或者是這個上面列的這些公約 如果有相關的規定 其實有沒有關係 還是有關係 他講到的那些權利 只要跟這個深藏公約的規範是有關聯性的話 其實他都還是有關係 譬如說 我們講到 剛剛舉的這個投票權 在世界人權宣言的第21條 以及公正公約的第25條 都有講到參政權 而我們在4RPD的第29條 也是在講參政權 那我們在看參政權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們除了要看4RPD的第29條 其實公正公約的第25條 或者是這個世界人權宣言的第21條 有沒有關係 其實還是有關係 其實他要強調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其實是序言裡面列的第一個原則 那第二個原則就是在講什麼 第二個原則就是在講 深藏公約跟幾個跟深藏者有關係的聯合國重要文件 你們看一下第6點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提到兩個很重要的文件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哪兩個文件 有沒有看到那個行動綱領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機會均等標準規則 所以有提到這兩個文件 有 而且剛剛我們在介紹一個發展史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提到1982年的那個行動綱領的1993年的 其實就講的就是這兩個文件 所以其實我們在以後要去檢視這個國際工業的內容的時候 事實上如果有疑問的話 我們也要去參考這兩個文件 其實他在講的意思就是這個 那有這個 那個目前呢 這個 深藏者全力委員會 那聯合國它叫殘疾人委員會 聯合國殘疾人委員會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的用語 深藏者叫殘疾人 他們有做了兩個一般意見書 那個時候我有特別去看一下那一般意見書 它裡面其實在解釋那個相關條文的時候 就有特別去檢視這兩個文件 那這個序言的第三點呢 其實剛剛已經有給大家看過了 第五點就是在介紹什麼是障礙者 那其實什麼是障礙者 其實也會是這個國際工業很重要的一些原則 好 那第四點呢 就是列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原則 那待會我會帶給大家看一個具體的條文 第五點這邊也是列了一些要項 所以其實大體上呢 它這個二十五點裡面的內容 大概就是主要是這幾類型的內容 如果你去細看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簡單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去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CRP這部國際公約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通用性的規範的部分 共同性的就是剛剛講到那個一到九 第一條到第九條的內容 那我這邊呢 整理出了五個重要的點 第一個點是第三條 介紹基本原則 第一個是國家的義務 第五個是平等不其次 這是第五條規定 然後第四個重點呢 是就是要讓障礙者呢 讓眾人有所認識 這個是第八條規定 最後一個是無障礙 那這無障礙 對不起 這無障礙呢 也會是這個國際公約很重要的原則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點感冒了 就是要不太好意思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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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國際公約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會比較重點幫他做前面的部分 因為後面的條文其實 那是比較細節內容 好 待會我們會帶給大家去看 特別是這個第三條 大家要記得 這個國際公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在這個第三條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一下 它是不是列了八個原則 有沒有 這八個原則其實就是一個國際公約最核心的價值 其中呢 這八點裡面呢 更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是前面六個 前面六個呢 我等一下就會一一的跟大家講一下 他到底在講什麼意思 第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要有尊重生基大學的尊嚴 還有他的自主性 其實他很重要的強調就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 第二個是什麼 不其事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其實我們講白點就是融入社會 融入社會 對不對 第四個呢 第四個是強調什麼 障礙者的多樣性 有沒有 然後第五個是什麼呢 機會平等 最後一個是什麼 無障礙 有沒有發現 其實 我們嚴格來講 我們接下來如果要寫人權報告 或者是我們要去看後面的 從地十條到第三十條的規定 一定要用這六個原則去檢驗 用這六個原則去檢驗這些規定 還有我們現行法規範有沒有違反這六個原則 這六個原則其實任何一個權力都有得適用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講 第一個原則 尊嚴自主性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在協助障礙者做事情的時候 過往的經驗都會覺得 而障礙者是一個弱勢者 所以我們覺得哪些事他做得到 哪些事他做不到 那我們為了他的好 所以我替他決定你去做什麼事情比較適合你 哪些事情你去做也會有危險 那我們一般如果是這樣去思想障礙者的事情的話 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價值觀 不過如果我們用這個原則去看的話 顯然這個想法是一個問題的 為什麼 障礙者 是不是小孩 是不是孩童 因為當然可能 就是我們一般人在看待障礙者的時候 也許不見得會覺得他是孩童 可是無形間就會把障礙者當作什麼孩童在看待 我覺得這個事情你做你會有辛苦 你會有危險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但是其實我們在寫入障礙者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有一個認知就是 這個公約 包括我一開始在跟大家聊的那些 投票的問題 有一個非常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什麼 今天我是替他做決定 還是我只是在旁邊協助他 由他來做決定 這是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甚至是我們講一個更具體的 你去幫一個盲人 你帶他去搭捷運 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我有愛心 還是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有需要 所以我在他有需要的地方我協助他 一個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他很可憐 他一個人走太危險 太可憐 所以我要幫他 讓他不會那麼可憐 都是在幫 但是有沒有發現這個出發點很不一樣 一個是基於什麼 同情心 另外一個是什麼 同情心 不一樣 甚至更不壓力的是什麼 主體是誰 我今天覺得我要可憐他 其實主體是我 我覺得他很可憐 所以我要幫他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不方便的地方我協助他 可是他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讓他去做 主體是誰 其實是那個障礙者 所以其實他這個第一個人者 很重要強調就是這個主體性 應該是要讓這個障礙者 可以自己做選擇 這樣講都還是太抽象 一個 我們來講一個很具體 然後最近其實在障礙界 一直在討論的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金融 金融那個服務 金融服務 我們知道一個私障人士 如果要去開帳戶的話 要找兩個 有很多銀行 他要找什麼 要找兩個見證人去 他才可以開帳戶 甚至我還有聽過像什麼 有那個銀行要求說 如果障礙者要自己去開帳戶的話 要去找那個公證人做公證處 做完之後 你才可以開帳戶 那銀行為什麼會提出這個 遊戲規則 他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覺得說 我們是基於保護私障者的安全 怕他說這個開帳會有危險 說我們要求要有見證人在場 兩個人見證開運會比較安全 這個是他的邏輯 那現在又有一個問題 這個私障人士呢 有的人是跟家人一起住的 有的人是自己一個人住在外面 那如果他是一個人住的話 他要去哪邊找兩個見證人 然後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假設如果我今天是一個看得見的人的話 我就開帳戶 我要不要找見證人 不用啊 因為文件簽一簽 知道那個文件是什麼 簽了完之後那個帳戶就開了嗎 那從這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例子 顯然我們從這個原則裡面 我們就發現 違背什麼原則 你看是主信 銀行替我決定說我會不會安全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某程度也是不公平 為什麼一般人開帳戶不用有見證人 一個忙人去開帳戶 還要找兩個見證人呢 這是有公平的問題 甚至某程度是還有歧視的問題 這都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例子 我們就帶出了什麼是不歧視 帶出了是什麼 平等 如果你們要了解什麼是機會平等化呢 跟不歧視呢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這樣我後面都不會再講 你看一下那個第五條 附件二第五條 這裡就有很具體的去說明什麼叫做 平等原則什麼是不歧視原則 所以我們再看第三條 這個第二點的不歧視 跟這個第五點的基本平等原則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搭配看這個第五條的規定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列了四個項目 有沒有 這邊就比較具體的 所以我們在看條文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這樣看 應該要把有關係的這個內容 連起來看 這樣你就知道這個講的是什麼意思 好 大家幫忙之後 我們再回來前面 好 平等跟不歧視 我就不要再多做解釋了 好 那這個第三個叫做融入 融入一般生活 什麼意思 我舉個最近具體的例子 如果 如果有一個 這個 精神障礙者 我們不要說精神病患 無限的精神障礙者應該是病患 精神障礙者 這個 很多時候 他會被什麼 安置在那個 那個醫院裡面做強制就醫 就是那個什麼 強制醫療、強制治療 其中管理 或者是什麼 我們再舉個更具體的例子 在早年大家有聽過那個 熱身療養院 大家有聽過嗎 有 熱身療養院不是以前就是 我們俗稱的麻風病患 或者是那個什麼 現在應該學你叫做那個 那個 漢身病患 以前不是有一個熱身療養院 然後這些人 是不是又是住在那個 熱身療養院裡面 那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是一種 隔離 其實他這個地方的法定就是在講隔離 跟融入社會 一個健康的社會 其實應該是什麼 這些跟你不一樣的人 你是要把它集中管理在一個地方 還是說其實你應該讓他像一個人一樣 然後呢 他也可以自由住在一般社區裡面 當然我知道 這個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家旁邊住一個神經病 我家旁邊住一個傳染病患 對我來講是一個威脅 那可是問題來的 那這個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就牽涉到障礙意識的問題 你是因為為了你自己 然後就是要他這個集中管理 我想說 因為這個其實是 台灣整個社會裡面 一個很主流的思想 但是其實一個融入社會的觀念 其實他就是在強調說 障礙者其實也是一個 他跟我你我一樣 你有喜他有喜 他有悲 你有悲他也有悲傷 七情六欲 你有其實他也有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什麼呢 你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他是也要有這個機會 你有就業的機會 你就也要讓他有就業機會 其實他強調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融入社會的部分 那具體的條文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十九條文 今天我跟誰在講明 這是其實條文的 這個條文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名詞叫做自立生活 沒有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名字 自立生活 簡單來講就是 我是一個智障人士 但是我希望我的生活 我自己也有自理能力 其實他強調就是這個自立生活的概念 十九條 其實我都可以讓你看一下 他就是比較具體的去檢驗這個 第三點 第四點叫做什麼 多元多元化 其實多元化這個概念呢 不但只有障礙著 事實上我們在班人裡面 我們也講到多元化 你看現在台灣其實就是一個多元化社會 有這個 講台語的 講客家話的 然後還有原住民 有38年跟國民黨來臺的外省老兵 現在還有什麼新住民 從東南亞來的架過來的外配 那每個地方的這個文化都不一樣 我們就是要多於尊重 現在其實很強調這個東西 障礙者也不一樣 因為障礙者雖然是一個 犯稱的名字 可是大家要知道 每一個障礙的類型的狀況都很不一樣 你要看不到的人 聽不到的人 不能走的人 這個 智商比較低的智能障礙者 其實每個人的 個別性的狀況是很不一樣的 那這一條其實就在講什麼 多元文化、多元、多樣化的意思 其實他就在講這個東西 平等 這邊我們講過了 然後 最後一個叫什麼 無障礙 無障礙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環境 我差點打一個比喻 是一個為身心健全者 量身定做的環境 你不管是在蓋房子 或是你在設計各種需求的時候 都是以一個身心健全者為主軸 然後去設計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去 那個 搭車的時候 不是都會有很多那個 指示的那個 那個箭頭嗎 好 那個東西其實對於發力來講 很有用 可是對於看不到的人來講 就很沒用 就這麼用不到 又或者是什麼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這個 這個 搭公車的時候 搭這個 這個 大中工序的時候 你會發現樓梯有這個墊鋪屜 對不對 可是這個樓梯跟墊鋪屜 對 做輪椅的支障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所以這個無障礙 這個無障礙 概念在哪裡呢 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第九條 後面是不是我會有介紹 我覺得可以請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無障礙的概念呢 我必須要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謂無障礙呢 有可能是什麼 空間上的無障礙 我們想像中就是什麼 所以我一樓 一個樓梯都要來講有障礙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個電梯 升降的電梯在旁邊 對它來講 它要到二樓三樓 到甚至更高的樓層 就不是障礙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 就把我們想像中的 空間上面有無障礙 好 其實無障礙 不單只有空間上 它有什麼樣的障礙 Information上面的障礙 哪些族群最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像是 是障礙或是障礙 今天 如果 有一個電視 電視 我們要知道它的劇情的話 重要是什麼 有配樂 有演員 有對話 有志祺動作 有步步場景 那 市障的人 他能夠知道多少 說話 如果他講自己的粉頭語言 他聽得懂 音樂也聽得到 好 可是他現在有一個表情 不要講話 自己動作 他就看不到 又或者是什麼呢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選舉 這個候選人在發表政見的時候 沒有手裡 沒有字幕 對我們任何一個人來講 沒有障礙 你對一個親障礙的人來講 這個Information 他接受得到嗎 他接受不到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 所謂的障礙 障礙不單只是空間上障礙 還有我們 資訊障礙的障礙 交通上障礙 所以這個障礙不單只是一個具體的硬體 也有可能是軟體上面 所以呢 對於智障來講 我們希望說 樓梯旁邊要有電梯或有斜坡 對視障來講 看電視看電影 如果有那個人 有一個暴露 可以在旁邊描述 那個畫面上面的 你的那個情節 我們稱之為可視乙醬 對聽障來講 我要知道這個候選人的Information 如果說 有人在這邊 你手裡 或是打上字幕 那對這個聽障來講 就沒有障礙了 所以這個是無障礙最核心的觀念 好我們大概 這個簡單來舉的例子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第三條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好那這些原則確立之後呢 國家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這個就是第四條在講的 那第四條 其實這邊列了很多 可是呢 我大理上 我簡單跟大家帶一下就好了 這裡其實是什麼呢 前兩項其實他在講的就是什麼呢 其實應該是說 我為了要讓這個公約落實的話 那其實各個主管機關 主管的法律是什麼 我們沒有確保到的人權的部分 我們應該在相關法律裡面 有所配套措施的規範 另外一點呢 除了要創立對障礙者有利的法制環境之外 我們其實也應該要什麼 消避一些對障礙者不利的法制環境 比如說有沒有一些規定 其實是不利的 不利障礙者的呢 這個名詞呢 這個或者是說有沒有一些措施呢 其實對障礙者是很不利的呢 這就是第二個部分我們在講的 接下來呢 三到五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都是對應 剛剛我們講的第三條 所謂平等 不歧視 你看像第四點 它是在針對公部門 第五點是在針對師父們 就是告訴你什麼呢 你們的一些措施不可能有歧視性的處理 比如說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你今天這個障礙者去參加考試的時候呢 你是不是應該提供一些 障礙者可以使用的服務 去參加考試 今天如果有一個盲人 帶著一隻導航犬去餐廳裡面吃飯 應該會因為說他帶導航犬 我就把你趕出去 因為狗會鬧事 這個就是這個三到五的部分 好 上面講到法令 接下來講到措施 六到八呢 就講到是什麼 六到八其實講到就是什麼 我為了要達到這個 法治上來的落實 我是不是應該要開發一些輔具 應該要給予一些措施 讓廠商有幼齡去研發一些輔具 為什麼要研發這些輔具 務必很簡單 希望讓障礙者在這個生活的過程中 有了這些輔具的協助 他就變得比較沒有障礙 他可以接收到的資訊沒有障礙 最後一點 因為輔具 雖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有些時候 因為科技是一個變動中的狀況 今天的科技可能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達到 所以有些時候 有些服務是要靠人的 好所以第九點就是想說 我為了要貫徹這些措施 所以我應該要培育一些人才 這些人才可以去協助障礙者 這個就是這個第四條的第九點 你現在接受這個原則 從大體上來講 你會把這個第四條算講之義務 其實你就對你一下那個第三條 如果莫過你其實也就是要落實這個精神 對不對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這個第三個部分 這第五條我剛才講過了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我應該要什麼 你看第八條 第八條這個原則也很重要 剛剛一直在問 什麼是障礙者 你怎麼看到障礙者 障礙者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我們其實是什麼 應該要讓全國的人民有所認識 所以是不是要有什麼 教育訓練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什麼 社會上面開始灌輸一些觀念 讓一般人認識障礙者 他是一個人 他不是一個弱勢者 其實不只只有社會 有些家庭其實也要教育對不對 因為這個父母生了這個 這個小孩是障礙者的 有些父母有觀念 有些父母其實也沒有這個觀念 好 也要教育父母 你要把他當一個正常的人看待 雖然在你眼中 可能覺得他有點不正常 可是你要換個角度去想 撇他這些因素 其實他就跟你一樣看是一個人 所以你要用一個 看看正常的人 他就去看看一個障礙者 然後呢 你看第二個 他也是在講到 要排除很多這個 有歧視性的一些措施 讓他們有一個觀念 蹬抓的是什麼 你看第三個 講到障礙者不是只是被照顧 他也可以奉獻給這個社會 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邏輯是一貫的 你看 這個第三條是講說 這些基本原則 第四條 第四條是講什麼 國家要做些什麼事 法治 措施 輔據 人 那最後是什麼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什麼東風 我應該要用各種不同的這個 傳媒管道怎麼樣 讓一般人認識 什麼是障礙者 障礙意思是什麼 哪些東西是錯誤的觀念 好 還有障礙者 他不僅是一個人 他也會奉獻給這個社會 這個是要藏隱的內化給這個 這個社會上面的人 其實這個就是第八點 在講的內容 好 我們介紹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記錄後面的內容 那這邊我有列了 你看這個 這個第三點的 第三點的這個部分 我列了二十一點 從第十條到第三十條 這個地方 我想說時間有限 我就不跟大家多多介紹 你們就看過去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 裡面具體的內容 可以去對應相應的條文 那我想說到後面 其實重頭戲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想說今天第一天 觀念比較重要 所以我這邊都受介紹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 第四個部分 是有關這個 這個 國內法畫的部分 好 為什麼會有國內法畫 這個其實牽涉到 台灣的一個 國際上面的一個 限制的問題 因為台灣 並不是一個 被國際承認的一個國度 那 這個國際公約呢 一旦要 在國際上生效呢 其實它要有幾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基本上它的程序是什麼 最主要在國內 一定要完成批准的程序 那可能要提出來 然後要去過立法院批准 三種通過批准的 批准這只是在國內產生效力 重要的是什麼 接下來你要把這個 批准的這個國際公約送到 聯合國的秘書室 經過他們的核廢 你才會在這個國際上面 產生國際公約的效力 好 那大家也都知道 台灣不是一個 世界承認的國家 所以 這個國際公約呢 就讓我簽了 然後我現在送到這個聯合國 它會不會承認 不會 好 那 因為台灣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 於是 這個 台灣的立委 還有一些 這個 研究國際法的人 倒想出一個 很有創意的方式 好 我在國際上不能生效對不對 但是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這個國際公約在國內成效 什麼方法 我乾脆就在立法院通過一部法律 叫做某某公約施行法 這某某公約施行法 因為它就是一部法律 這個法律 大家都知道 經過立法院三個通過總統公佈 這部法律就生效了 然後呢 這個法律裡面呢 它就會有一些條文 包裝一件事 什麼 這個某某國際公約具有 國內法的效率 所以它是透過這樣一個間接的方式 雖然在國際法上沒有產生效率 可是通過這個法律 包進來 然後就讓一個國際公約內國法化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施行法的原由是這樣子 那在國內來 這個部分我整理了 它整個發展的例子 在2009年的時候呢 通過了剛剛講的兩人權公約 到2010年的時候呢 通過的是什麼 SIDO 就是這個消除與婦女借歧式 全力國際公約 到了2014年 2014年通過了兩部 人權公約 一個叫做 兒童權利公約 就是CRC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這個 CRE 與聖基大使權利公約 在2014年的8月1號 那這邊我則列了五個 其實在今年的 五月份的時候 立法院還通過了另外一個 叫反貪子權利公約 所以現在有六部公約 是跟這個人權有關係的 發展的歷史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CRPD是怎麼來的呢 CRPD基本上其實是 先從民間推動 最早的時候是 成長聯盟 然後透過民間 在這個 1020年的時候 提交立法院 2013年的時候 然後2014年的時候 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所以這個事情 反財正式生效 好 那 這個 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因為講這個 國際公約 講那麼多 可是我們 國內已經有一個法 那個 生權法 你為什麼還有新的 國際公約 有些人必要嗎 可能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好 到底有什麼必要 我這邊有列了六點 那如果具體的內容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部件四 這個是之前 為什麼要先給國際公約 我們寫了一個縮體 其實就是這六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呢 一個理由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生權法 對生權者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律 沒有錯 不過 有關這個 生因障礙者 人權的 或者跟生因障礙者 有關的 這個權益的議題呢 其實 不單只有在生權法裡面 有所規範 其實有些跟障礙者 有關的權益呢 是散見在 國內的很多法律裡面 好比說 我們現在講到那個 剛剛一提的那個投票 在生權法裡面 我們其實看不到 跟投票的關係的權益 但在國內法裡面 有沒有呢 有的 像這個公務人員 選舉法免法 跟總統副總統 選舉法免法裡面 都有規範到 跟障礙者投票的議題 那有關這個 這個 那有關這個 跟這個 視障者 information的問題 像 諾權法裡面 只有規定 那 跟這個 看電視 為什麼可以打字幕 其實這個最重要 是在 比如像是 心臟人士 在國內的三法裡面 有所規範 那 類似的規定 在很多法令裡面 我們 多早都可以看得到 那為什麼要寫這個 國際公約很簡單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麼 其實啊 是為了要解釋 不只是有生權法 還有很多的法令 有些沒規定 有些有規定 可是規定不完整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覺得 要簽的原因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兩人權公約呢 雖然沒有生權公約 也可以處理到 身上者的問題 不過 這個身上公約 大家還有一個印象 剛剛有介紹的第三條 不是第二個 六大原則嗎 這六個原則 就是國際公約 最核心的 跟其他國際公約 很不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身經障礙者 我不可以這麼說 身經障礙者 你去思考 他的權益的問題 你要分為兩個層次去想 第一個層次是什麼 他有沒有這個權利 第二個是 有這個權利 我要怎麼樣讓他的權利 具體實現 而真正最大的問題 都是在後面 所以為什麼呢 像這個 反歧視 無障礙 自主性 其實這個都是在落實後面的 要怎麼樣去落實這個權利的 一些 跟障礙者有關係的 這些東西呢 在非障礙者身上 比較不會遇到 所以 障礙者這個身上公約 為什麼會特意提這個 研究在這邊 好 第三個理由是什麼呢 障礙者權利受到侵害 有時候會有一些個案的救濟 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看一下 國內法 並沒有一個規定 我可以根據那個規定 去主張權利 那這個公約呢 簽下你之後呢 那就是國內法 國內法化 但是在個案的救濟上面 就多了一個基 一個基礎 那第四個呢 人權上面有意義 什麼意義呢 你有身上所設的台灣人呢 目前到現在為止 一百多萬人 一百幾萬人 其實可以這麼說 每五個人 如果說我們說 有一百個 有一百個台灣人裡面 一百個人裡面 就五個人是障礙者 所以其實比例是蠻高的 那障礙者 牽涉到人權議題呢 其實也是最廣的 從出生到死亡的 各個階段中 有障礙者人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陀器公約 它某程度的意義 是在這個地方 那第五個呢 這個可能跟大家來比較有關係 應該寫這個人權報告 那最後一個呢 最後一個呢 這個 這個理由的比較特別一點 其實在國際上面 跟障礙者有關係的國際公約 還有很多 那 那個 在前列的時候 我們修那個製作權法 那個時候有參訪 一個國際公約 那個馬拉卡斯公約 是跟這個市場的資訊有關係的 其實這個馬拉卡斯公約裡面 它的序言 其實他們的國際公約都有序言 它就我們特別提到 身上一個權力公約 所以這個身上一個權力公約呢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它仿佛就像是 身上國際公約的一個憲法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國際公約呢 間接的把一些 跟障礙者有關的一些 比較細節的公約的精神 進來 修改一些相關的法院 這個是公約簽訂的一些很重要的精神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一下這個國際公約 那些具體性的規定 是比較重要的啦 不然還是還有多少時間 我會講太久 14分鐘 好沒關係 那應該可以介紹完 然後 這個國際公約裡面呢 有幾個台灣 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像第二條 這個第二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規定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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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書的角色就有點像是 你的大法官針對憲法做的視線門的概念 所以你看國際公園你還是要去看 最近這些人權委員會有沒有發佈 那個一般意見書 一般意見書出來 一般意見書他會去補充那個 公約的條文裡面的內容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你看這個第六條 你看這個行政院底下設有生意障礙者權力委員會 第七條呢 這個跟大家比較有關係 這個立法通過 第二你要做人權報告 然後每四年都要做一次人權報告 為什麼要做人權報告 他的分數就是這條 第七條 好 這個人 這個事情法呢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規定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第八條 以上講的都是一些比較政策性的問題 你看這個第八條 是這個施行法非常特別的 我看一下任何一部施行法都沒有寫到這個東西 這個第八條寫什麼呢 如果違反這個公約 造成權力受損的話呢 可以根據這條呢 提醒住院行政訴訟 後面呢 第二項還寫什麼 如果到委託律師的時候呢 政府應該提供身心在著法律不住的工作 然後呢 這個主管機關呢 應該要把這個業務的什麼 委託給法府基金會 這個條文裡面白紙黑紙寫 這是很特別的規定 是權力救濟的部分 好 然後呢 這個第三項呢 這個第三項還講到說 為了要灌這個國際公約呢 你應該要去什麼 讓這些司法人員 比如說像律師啊法官啊檢察官 警察認識障礙者 認識障礙者的這個權益 這個第八條很重要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第九條呢 預算的部分 第十條呢 我這個也是大家應該比較大的 好 兩年內要提出這個 基本清單 五年內呢 要完成這個 有哪些法律是違反這個 CRPD的規定 依據是什麼 就是這個第十條的規定 主要就是這些規定 其他規定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 嗯 比較重要的地方呢 大概是這些規定 好 那 待我們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五個部分 這個 CRPD 我們介紹完了 實行法 也大概介紹完了 不過 總是後面會有些落實的問題 那五跟六呢 其實就比較講的是一些比較技術面的部分 好 你看 像這個五的部分 我這邊就有列了幾個 未來在落實上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首先呢 這個司法人員 其實我覺得 應該也不只這個司法人員 其實應該是這個民眾 或者是主管業務的公務門的同仁們 有沒有這個障礙意識 其實就會攸關到這個公務員有沒有落實 你跟這個小法不一樣 可是要怎麼樣 讓這個觀念 讓大家認識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好 另外呢 嗯 推動人權其實是要錢的 有沒有預算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呢 有沒有一個權利救濟的依據呢 對障礙者來講 有沒有呢 這個也是 後續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配套措施 這是在第五點 我這邊有整理出來的 好 所以為了要貫徹這個精神呢 我在這個結論的部分 我也提了幾個很大的建議 我覺得說這個國際公約 後續不管是要提議的 包括或者是一些權利救濟的部分呢 這篇總共列了五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去美國的時候呢 我那個時候去參訪一個單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有去問到說 他們在協助障礙者跟法律上面權益有關係的措施呢 主要有哪些呢 其實認真想一下呢 如外乎就是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什麼呢 應該要記得什麼 法治教育 什麼法治教育 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要讓許多的障礙者的這個事情 讓一般人看到 讓一般人看到 我們這個部分呢 對象也會重點不一樣 你能針對對象是什麼呢 你針對對象可能是大老闆 要讓企業主鼓勵他們僱用身經障礙者 那你就要跟他們介紹說 你僱用障礙者呢 我們現在國內有些什麼法律 你不僱用 對你為什麼鼓勵 可是你僱用呢 在法治上的設計哪些是對你有利一點 只是對於僱主 對於社會大眾 對於家長 對於老師 對於這個社工人士 其實反而重點會在什麼 重點在於 要讓協助者知道 其實我們協助人 扮演的角色 而是在提到做決定 而是什麼呢 而是要讓他成為一個協助者 主體是在障礙者身上 我這個法治教育的對象 也有可能是障礙者本身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障礙者 在台灣這個環境 基於眾多的因素 其實有不少障礙者 本身自己 自己就有那種弱勢的意識 就是他覺得自己是要需要人幫忙的 不過我們也應該要去教育障礙者 告訴你說 你雖然是個障礙者 可是你也要知道 你是個人 你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決定的 這個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對法治教育 主要是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長年做這個法治教育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什麼呢 一些法令上面 有哪些違反這個CRPD 不過這個好像一在一起 可是也可以這麼說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一個制度是合乎的話 其實有些障礙因素 可能在法治上面的設計 良善之外 它就不再是一個障礙因素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覺得應該還是要引進一些救濟制度 那我自己有嘗試寫了一個草案 這個有空大家再看好了 附建瑜 附建瑜這個草案的內容 寫了17個條文 好 那當然是希望早日引進這個法力輔助的制度 那最後呢 我其實今天也有再聊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現在台灣已經簽了很多這個人權公約 那可是呢 顯然看起來這些人權公約 以後都要寫國家報告 那我覺得比較一個健康 或者是一個比較 這個核武道理的運作方式 其實應該要成立一個 一個什麼 人權委員會 而這個委員會 應該是要獨立於院長期以外的一個委員會 然後有常態性的人事 常態性的預算 去run這個國家報告 那我覺得這樣才有可能是 能夠比較長日久安的一個運作方式 大概就是提出這些配套作施 那以上呢 是我針對今天 那個主辦單位請我這邊來分享 我大概整理的內容大概是這些 那我就針對這些內容做一個 簡要性的報告 那希望說 今天分享的內容呢 能夠 對大家有一點點 基本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認識 然後 希望對大家 多少有一些幫助 對大家